王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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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 王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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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点烧的通 浑身发烫 我翻行倒过来找 也没找出一分钱 我急得不行 这样下去 烧坏了就打仗了 我心想 先到药店收点药吧 可是到了药店之后 没有钱 人家根本就不卖给你 我抱着孩子 急着在街上来回转 找谁去借点钱呢 以前借点钱还没有还 谁还会再借给我 后来还是我老伴 硬着头皮 去他二弟家 借了十块钱 给孩子买了退烧药 当时我觉得 我这个大人特别美容 让孩子跟我找出 为什么这么穷呢 因为我根本找不到 这么久的工作 我听力不好 和别人交流的时候 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在别人和我说话 我都得竖起来 仔细地听 使劲地猜 人家说的是什么意思 听不明白的时候 就从那里面傻笑 刚开始我还努力 和别人交叉 说话 渐渐地我就发现 人家不耐烦的样子 我想 别再让人烦来 赶紧就把机器 滚在屋子里 家里的事 都是老伴 老伴出去跑 然后老伴 联系了一些手工活 我和他在家里一起住 除了老伴和孩子 我很少见外人 你们知道 我这样子在家 待了多少年呢 十三年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有个叫自闭症的词 其实我那个时候 就是一个自闭的状态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有时候透过窗户 看着院子里边那片天 我觉得我的人生 也就只有能看到 这么一小块天 后来虽然找了一份 做保洁的工作 但我还是不愿意 和别人打交道 每天上班打扫卫生 下班回家 生活一成不变